不过这个部分呢 就请各位回去自己再花一点时间 那我又把答案都放在这个云端上面 包含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第一类的 那第一类主要考什么 其实就是读什么 读Jetson档 所以第一题就是读Jetson 那读的话一定是对应到就是字典 Dictionary 读进来之后处理完 产生他要的栏位就OK了 那第二类的话呢 基本102的话也是Jetson 跟证一下XML 这个我们前面有讲过 所以XML 然后把它输出成什么 它write的出去变成CSV 所以这一题有点像XML toCSV 而且中间留下 它可能栏位很多 但是要留下就是 它要的那几栏就好了 OK 所以XML toCSV OK 那回去的话 这还是一样 练功题 因为题目太多 不可能每一题 据细迷的讲 但是我有给各位参考的解答 你们可以把它当范 你回去再练功 那如果你不是考证照 你可以改写没关系 但是如果你考证照 你就是要一模一样 大概差别在这里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这个也是XML 就是跟上 这个是Jetson 103 然后write的它有个YAML 不过YAML 其实跟XML有点类似 反正就是一个资料格式 这一题比较特殊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104 也是Jetson 然后输出 也是Jetson 所以你会发现 第一类好像考最多 就是把Jetson挡 所以之前我们有讲过 如果读取Jetson挡 的那一部分 你可以先复习过 然后再来做这些题目 增加自己的读取Jetson的能力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 那个资料库 所以这边有一个readdb 这个.db的话 就跟我们之前 那个SQLite一样 我们不是先建一个 什么Cursor01.db 或者什么SQLite01.db 这样就是一个db资料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 把它放在根目录 这个db里面已经有放资料 所以我们只需要把它用slate 就是先connect 然后再来怎么样 再来把它slate回来 就会有里面的资料 它就是要考你会不会读取它 然后把里面资料读出来之后 然后再做那个输出结果就OK了 其实这题应该也OK 不是算太困难的 那这个是第一类部分 答案的部分的话 在云端上都有 所以如果你需要 比如说刚刚讲的第一 那个第一101就这个 然后2022就底下这边 在这里 这个框框里面 而且我一样 很贴心的帮各位做这个整理 但有一些是可能长得不太一样 可能不同时间做的 你们可以再做参照 那坊间也有类似卖这种书籍 就是有专门针对这个考试卖的书籍 你可以自己斟酌看需不需要 其实我是觉得这样已经够了 就是不过这些资料 也就是给各位参考 因为我还是有版权问题 所以今天也就是说自己用就好 OK 然后其他的部分 103到105 那第二类部分的话 主要考什么 其实第二类的话 201主要考那个搜寻网页里面的某一些字 那这个我前面有讲过就是考那个RE 有一个module叫RE的 那RE的话就那个叫做正则表示法 比如说我要找这个网页里面 到底出现TQC加有几次 他会RE return说找完之后 这个网页里面出现TQC加总共的次数几次 OK 这个然后再来考什么 考那个美元的收盘汇率 把美元的汇率把它扒出 他会提供给你HTML 有点像我们之前做那个台营外汇那一题蛮像的 OK 然后把它输出成一个CSV OK 然后再来就 台湾彩券 一样 这个有点像我们之前做那个 爬那个台湾彩券网站 OK 的那个相关的东西 然后再来就是大专院校名单 这个也是 这个是爬网路上面的一个Json檔 他会给你一个网址 然后把它做输出 那最后一题的话 这个是20 205的话就是 那个空气品质指标AQI 这个跟那个PN2.5那个还蛮像的 也是会给你一个Json檔 然后做最后的输出 所以看得出来 那个这个TQC加这个证照 很喜欢考Json檔 很喜欢考那个从网路上抓Json 或者直接给你一个Json檔 做后续的处理 所以如果这些东西都会的话 那理论应该 后面 你要参加这个考试就不是太困难的事 当然之后 如果你们假如说 有遇到问题的话 当然也欢迎你可以再提出来 那管道非常多了 就你们在影片下方可以留言 提出比如说你可能准备考试 遇到什么问题 然后你有什么样的相关 这个考试规则的 或者考试流程等等有问题 你也可以问一下 那我会直接在下方就回复你了 OK 这样应该 我觉得也是蛮好的一个 沟通的一个平台吧